即便是有一日我们要分开 也绝对不是现在 我失去了太多情人 大王鸡明晚回归 先问一句 国内 什么样的剧 最吸睛 又能吸睛 有人说是悬疑剧 也有人说是时代剧 是谍战剧 甚至都市剧 其实 这些剧虽然受众广 但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各影风云三五年 真正最能赚钱 最意义小博大 持续占据国具王座的 最近二十年 一定是古偶 顶流坐镇 改编拍摄几乎没有难度 风险小 年轻观众爱看 商业价值巨大 收视一旦大爆 盈利空间几乎无限 说到古偶剧 很多人都会想到 雨凤行 清清日常 心汉灿烂 但要说近今年最成功的古偶剧 IP 只有它 涨相思 进入2024年 虽然古偶剧依然强劲 爆款也不缺 但在年代 都市 全谋等多项家机下 也并不算显眼 暑期荡已到 该来一部古偶剧王炸了 就在明晚 鹅场和江苏卫视 长相思二 掐指算算 长相思一 开播 还是去年夏天 聚集播出前 张婉义 邓卫 谈剑刺还不算顶流 杨子挑起大梁 但随着 长相思一 热播 不仅杨子平小妖一角 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 三位男主 也迎来飞升 现在 该第二步上场了 如果说 庆余年二 是上半年的巨王纳摩 长相思二 则已经被认定为下半年巨王最有希望的竞争者 还没开播 聚集预约观看人数 已经超过了890万 而赞助联名也已经高达30个 长相思二 能重现 甚至超越第一步的荣光吗 又能否成为古偶天花板的存在 与其长相思 不如长相守 小妖逃婚 香柳战死 与枪炫决裂 这一季名场面太多 看过原著的都知道 第一季的故事 更多是在位下半部做铺垫 出彩的名场面 基本集中在第二部 看故事 第一季 流落大荒的浩陵国王姬九瑶 小妖 历经百年颠沛之苦 不但失去了身份 也失去了容貌 在清水镇落脚 成为了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无力自保的文小六 她意外救了垂危的青秋公子屠山景 又与九头妖像柳不打不相识 而苦苦寻她的枪炫几经波折 终于与她相认 小妈也恢复了王姬身份 第一季故事的大结局 枪炫经历生死危机 登上王位 而第二季的故事 就紧跟第一季开始 故事开场 应该就是改写所有人命运的名场 小妈逃婚 接下来 为了一统天下 枪炫舍私情要王座 向留守义战死 小妖帮助枪炫完成大业后 与屠山景影一江湖 由原著作者童华担任编剧的第一季 已经展现了小妖舍命护枪炫 妖颈龙骨欲定情 像柳带小妖海中观景等原著名场面 而第二季的名场面 更是不少 比如小妖逃婚 让人想起 相逆中 那场和凤凰无疾而终的婚礼 小妖葫芦岛剑射向柳 妖柳最终决裂 还有小妖和枪炫的决裂 小妖为屠山景复仇 对枪炫挥刀 枪炫含泪闭眼 可以说爆发力惊人 还有 香柳用法力追问小妖 最想和谁共度一生 想留惨烈战死 万剑穿星 惨烈弃绝 丰龙对枪炫以命相救 杨康和丰龙最终死在同一个夏天 而故事说到最后 小们如何在真心和大意之间 做出选择 他最终的选择 又会不会打破原著的设定 无疑是第二季最大的看点 足够抓住观众的眼球 杨子领衔主演 三位男主依然有戏 从第一季的成功看 人物是长相思的魂 第一季的成功 以金正名剧及悬角成功 产生了一加一二的效果 那么 第二季原班人马回归 角色发挥空间怎样呢 第一位 杨子 从家有儿女 那个非主流少女 到一步步站上一线女星的高峰 杨子竟今年的抗拒能力 已经无需证明 但最能展现他演技实力的 一定是长相思 长相思 之所以吸引人 不能说其他角色不重要 但首先是因为 女主角的塑造非常出彩 很多人常常低估杨子的演技 却忽略了杨子最大的表演特点 就是有极强的演技带入感 让观众很容易与角色共情 这才是他拿到白玉兰 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最大原因 而不是因为他的哭戏 第二季杨子表演最大的关键 就是如何演出人物的成长 小妖这个人物的呼光 从来不止于简单的情爱 而是有完整且贯穿始终的成长线 他有小情小爱 亦有家国大义 角色虽然善良 但不是无底线的善良 而是敢爱敢恨 也敢为自己的幸福逃婚 预告片最打动的一幕 是他用香柳交给他的剑术 弯弓射箭 一箭射中香柳 杨子的眼神 将人物的痛苦纠结 和勇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父权和皇权的牺牲者 开始尝试把握自己的命运 虽然杨子就是小吗 他第一季已经做得足够出色 但始终期待 他第二季会更进一步 第二位 谭剑刺 虽然番位不算靠前 但很多人眼中 他是几位男主中 造型和角色个性最有形 最圈粉的那个 不论是黑发的防风被 还是白发的香柳 都各有韵味 最爱白发项柳 玉色面具 更显面色如玉 白色发丝随风清白 更显角色清冷 男团出身的谭剑刺这两年 是实现飞升的两年 劣罪图鉴中的审议一角 已经被受好评 项柳这个角色 又令他在古偶奇幻领域杀疯了 项柳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 就是纯粹 爱得最无私 一切都是以小妖为中心 不管是对陈荣军 还是对心上人 都是志诚志性 活得最洒脱 最后战死 也不皱眉头 谭剑刺的演技特点 是擅长眉演戏 尤其是适合古偶的特写镜头 比如小莫问他 自己不嫁风龙 应该嫁给谁 角色眼里的压抑 痛苦 深情 都无法掩藏 抢亲那场戏 他的眼神又那么决绝 第二季谭剑刺戏份 依然不算很多 但任为最大的高光戏份 在他这里 向柳战死 这个场面 一定会封神 第三位 邓卫 涂山景可以说是收获 长相思 红利最大的角色 谭剑刺和张婉逸在该剧之前 在内于总算还拥有姓名 邓卫则是凭借一部剧的角色 直接飞升顶流 以演技论 邓卫在第一季还显稚嫩 尤其是几个名场面 情感爆发力还不够 但他是天生吃古偶饭的演员 五官精致窄小 笑起来朗月入怀 含笑落泪 无数女观众都为之心碎 但第二季 是他演技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如果童华不魔改自己的原著 那魔小们大结局选择的 就是涂山景 角色经历的名场面必然不少 看凳位能否好上家好了 第四位 张婉逸 张婉逸是一位神奇的演员 凭觉醒年代 正剧角色出圈 这两年的正剧资源也不差 但最出圈的角色 还是古偶 他的表演风格是 内脸中自带张力 内鱼确实没有 比他更合适的小生眼 枪炫 相比其他男主 实事求是的说 张婉逸的表演难度最大 枪炫对小妖的感情 最初是亲情 到后期变成爱而不得的执念与疯狂 到最后是放下 张婉逸第一季的表演 就是一个自收 对黄泉 霸气又内敛 不显山露水 对小妖 爱汉纠结 爱而不得 第二季给张婉逸的表演空间也很大 除了绝列明场面 最后的放下也考验演技 小妖对机位男主 柳氏相惜 景氏相守 而枪选则是此生唯有掌相思 出彩的角色爆完可以再爆 第二季机位原男主 机会都不低 谁更爆 看发挥 长相思二 想要更爆 还有三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集数总共二十三集 剧情还能连贯吗 长相思二 只有二十三集 对于剧粉来说 这可能并不算什么好消息 虽然观众都看腻了 裹脚不长剧 但好剧不怕长 尤其对于古偶类型 故事发酵 就是需要时间 第一季三十九集 长有长的道理 剧集一路高开高走 才能爆得彻底 第二季二十三集 就缺少缓冲 而且第二季众多名场面 二十三集放不下放得下 也是问题 奇幻剧其实不好拍 导演真的能行吗 很多人会低估导演 对古偶奇幻剧的意义 好像只要有顶流就足够 实际上古偶剧好不好看 导演的能力也至关重要 很多一线导演 一辈子都不会拍古偶 未必是放不下身段 而是跟古偶有弊 老一辈导演 拍古偶剧 就算拍 也不容易找到年轻观众的点 而这届古偶剧导演 很多是摄像师转型 或者是女导演 长相思二的导演 依然是第一季的情真和杨欢 上一季两人的优缺点就很明显 优点是视觉神美线上善于塑造人物 懂古偶观众的诉求 拍出的几个角色都很出彩 缺点是重头戏不给力 代表就是梅林虐杀 小妖被生负的仇人设计暗杀 在空旷梅林身陷恶阵 身体被利刃贯穿13次 这是角色的大高光时刻 杨子的表演彻底入戏 嘶吼声催人泪下 但导演镜头过度 使用了远景加侧拍 一味用花瓣渲染气氛 却忽略了戏盒应该是女主的表演 由于镜头交代的仓促 这场戏还给人涂山井 伤心欲绝放火烧山自焚的错觉 实际上是涂山井舍身 冲进火海耗尽法力 护住小猫肉身 那么问题来了 第二季的名场面更多更密 两位导演发挥能突破第一季吗 从预告的镜头语言和画面来看 导演的技术水准依然没问题 但拍撞头戏的水准 有没有比之前进步 还得先暂时打个问号 故事结局 人物命运 援助党能满意吗 第二季最吸引眼球的 还是小妖的情感归宿 长相思 可以说开创了古偶一种新的模式 一女多男腰炫腰井腰柳 这三组CP各有粉丝 许多观众也和小妖一样 在四位各具特色的男性角色之间难以抉择 其后的明安如梦 唯有暗香来 和墨语云间 都可以说吃到了一女多男模式红利 但如何为这段感情收官 也是难题 尤其是让很多人一难平的相留 最终结局如果不能改变 那么如何让观众满意 更难的是 如何让剧集不受粉丝乱战的影响 给观众一个真正满意的大结局 只有剧赢了 粉丝们才是真的赢了 古偶能否再出经典 看长相思二 古偶剧正在风头上 接二连三的古偶剧收视爆结 说明了这一类型 依旧很吃香 不过高口碑爆款依然稀缺 上半年最爆的国剧 还是繁花玫瑰的故事 这样的时装剧 而古偶开始遭遇短剧领域的挑战 古偶难出高口碑 就其原因有三点 其一粗制滥造的品质 低劣的审美 古偶蛋糕就这么大 大量新剧涌入 难免品质良有不齐 尤其是各种让人皱眉的古偶审美 更是让这个类型容易被群嘲 其二是套路化的故事 古偶的故事都大同小异 这今年更是工业糖精成分越来越多 内容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 其三是流量明星撑不住戏 古偶当然需要流量明星 问题是大多数流量明星 确实没有撑起一部剧的扎实演技 很多古偶剧还是靠的消耗粉丝好感 但粉丝也不是好糊弄的 一直混下去 古偶早晚进入恶性循环 这正是长相思二 值得期待的原因 长相思一的豆瓣 评分7.8分 要拿到这个分数 必须有真东西 古偶依旧很多 很多剧集集在古偶赛道 是因为过往验证过的成绩 也是因为有粉丝基本盘 但很多剧方都忽略了 古偶剧观众未必浅薄 他们真正想要看的 其实是有血肉的人物 是有生活气的故事 而飞自以为掌握了流量公式 在一个范本下 流水线复制粘贴出来的剧集 长相思二 当然汇报 但人更期待的是 故事讲出家国之下 如你我一般小人物的悲喜 才能告诉后来者 什么样的古偶剧 值得长相思 第一次看长相思的时候 眼泪全都给了向柳 心痛到发慌 心里满满都是遗憾和悲伤 有一种不能钻进书里的无力感 很想让小妖知道情人谷的秘密 知道大杜娃娃李冰金球的秘密 知道她的情人谷不是王母所解 想让她知道 香柳到底有多爱她 只恨香柳的爱藏得太好 小妖竟然毫无察觉 可直到二刷 长相思 才发现 向柳的爱并非没有破绽 而是小妖不愿深究 小妖与屠山景 一同去百里族解蛊的时候 巫王曾经对她说过 情人谷 中谷的男女 宁脉相连 心意相通 即便是一人重伤 只要另一人生机旺盛 便能让重伤的人活下来 情人谷的谷虫 就像相恋的恋人 脾气多变 非常难驾驭 谷虫非常容易反噬 一旦发作 两人都会死去 巫王说到这里的时候 屠山景震惊地看一下小妖 小妖急忙解释说 没有她说得这么可怕 我中谷都七八十年了 还一直好好的 情人谷 只有彼此有情的人才能种下 有情人养情人谷 断肠人养断肠股 要么同心而生 要么离心而死 她和向柳都还活着 便证明 他们是同心之人 小妖若是深究 必定可以发现向柳的心意 可她宁愿觉得是他们中的古特殊 也不想深究 向柳是否爱她 高新王给小妖找来了今天事 最好的铸造大师星辰 来给她铸造兵器 星辰本来说还要思索 时间长短无法确定 然而 才过了一个多月 她就来找小妖了 说她的兵器已经好了 原本是另一个人定制的 但是那个人不要了 算是她简陋 可骄人骨 海妖丹 带帽穴 海底竹 星星沙 能凝聚月华的极品月光石 这些不都是她和向柳 在海底的所见所闻吗 适合灵力低微之人 要九头海妖的血才能认主 认主后是像柳月牙刀的形状 除了香柳 谁想用她的血认主 很多次 小妖看到那把弓箭 看到那个月牙标记 便会想到香柳 其实 小妖也知道 她的那把弓箭是香柳给她做的吧 只是她不愿深究 不愿去探寻弓箭背后的爱意 海底三十年 香柳一直以为小妖感受不到她 听不到她的声音 但是小妖一直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她知道她每个月圆之夜 都会用自己的本命精血给她疗伤 还知道每一次疗伤 她都会抱着她 与她依偎在一起 她知道她将她放在海底 知道她带她去海上看月亮 知道她带着她到处去玩 知道她看到了心心尽力的秘密 她知道她和红江的过往 知道她为石魔成为红江的义子 知道她与防封贝的交易 知道她为石魔穿白衣 她知道她带她去献了戴帽 知道她带她去听了娇人求偶的歌声 知道在她心中最美的雪 是在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极北之地 小妖什么都知道 她知道像柳对她情意 可是当她满怀期待地醒来 四处寻找她的身影时 她却没有出现 她知道她没有选择她 知道她不可能选择她 知道她还是将她推给了屠山景 听到香柳的死讯后 小妖一直不愿意相信 想从苗普的话语中 找到香柳活着的蛛丝马迹 可也在各种细节中 确认了像流死了的消息 童华在这一张多次对小妖的状态 神态心里进行了描写 第一次是小妖刚听闻向流死讯时 犹如猝不及房间历刃穿星 小妖只觉双眼轰鸣 胸口疼痛欲裂 手中的酒杯掉落 第二次是小妖记起 王母给她们解了情人骨 她眼前发黑 身子向后软去 第三次是她听了苗普 讲了大战的经过 她弯下身子 双手捂着脸 肩膀在不自禁地轻颤 第四次是小妖知道 香柳的尸体化作了黑血 她脸色泛白 身子不停地打哆嗦 却自己骗自己 我没事 我早有心理准备 第五次是小妖得知 惺惺惊禁礼的内容 被向流全都抹掉时 她难以置信 不甘心翻来覆去地看镜子 麻撒着镜子 含着泪问 猛地将镜子狠狠砸了出去 一串串泪珠 潸然泪下 香柳死后 一直郁郁寡欢的小妖 在现到大肚娃娃时笑了出来 起初以为是小妖和香柳 有心灵感应 二刷之后才发现 或许小妖 在看到大肚娃娃那一刻 便知道 她不是碧君送的 而是香柳送的 碧君若想要叼一个大肚娃娃 不会用扶桑木 而会用玉山神木 数万年扶桑神木滚烫灼人 若想变得温润 便只能加入万年冰晶 只有这样才能水火相继 冷热相伴 而她曾送了香柳 一个万年冰晶球 长相思 看了一遍又一遍 发现香柳的爱其实 并非没有破绽 而是小妖不愿深究 或许小妖一开始 就知道香柳爱她 可她也知道 她不会选择她 从她杀死防风被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结局就注定了 然后她们在其中的感觉 她让她发现 然后得珍费 她的主意 她们在其中的一刻 如果她是太平凡 然后她便迫